這個主題我們要跟老師討論一下 就分享一下Google搜尋圖片的方法 老師有沒有在網路上Google裡面找過圖片啊 有對不對 請問你都怎麼找法 關鍵字打下去就找了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會啊為什麼要講 可是 老師萬一你不知道關鍵字的時候怎麼辦 有沒有老師有機會遇到沒有關鍵 就是我不知道關鍵要查什麼關鍵字的 真的都沒有嗎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就記得什麼 我就記得啊這個人我看過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叫誰 這個帥哥 你看他現在就在這裡可是我就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就把他拍下來 直接怎麼樣 啊 相機喔喔這可以啊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有些時候不是用拍的 比如說你看喔 像我在這裡 好我找個 找個圖給各位看到 比如說我去昨天明道大學的 好 這個是他們的校園 有沒有 萬一我如果沒有這個 我是不知道這是哪裡的 那怎麼辦 你看你可以這樣做 你看喔 你看喔 我們就這樣 這樣 再這樣 老師有用過這種方法嗎 有喔 喔那厲害厲害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就以圖找圖 是不是就比較簡單了 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這裡是不一樣 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所以 你可以用這樣就可以找到很多 那另外呢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再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已經幫你找到關鍵字了 假設我要找圖片 我就直接找什麼 找這個關鍵字 比如說我在這邊 直接找 好我來找圖片 找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好 你只要他有亮起來 有沒有 有亮起來 這樣就丟過來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用 那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這樣 比如說我的圖片 我可能比較小張 可是我想要找比較大張的 我現在比如說我要做輸出用的 我可以用這樣去找到大張的 好那也可以怎麼樣 像我之前有一個客戶他是這個在彰化 那薛老師他是寫那個 就拍植物的照片 那他有自有出書 可是 有些人會沒有經過他同意就拿去比如說做閱歷啊做什麼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就丟上去 我就可以知道有沒有人盜用 對不對 以圖找圖啊 不然我也不知道找誰 還有前兩天 15K的議題 老師有看到嗎 他們做的一個東西叫人肉搜索啊 我又不認識他為什麼找 看照片嘛 對不對我就找照片然後就跟他相關的關鍵字打進去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找到了 所以這個也算是比較特殊的方式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是 平常可能大家比較少用這種方式來做所有的搜尋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 不客氣 我好 謝謝你 有一個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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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